这个是一个三个月走的部门 然后两个月走上 这是活动不好 然后现在也是有一侧偏摊 然后偏摊上 有一个秋冬和记忆节区的一份 现在它是一岁半 对 一岁半 那个会说简单的话 都会说爸爸妈妈 会走路了多少时间了 生日都一周 一岁的时候会走 那会走半年了 对 都是现在走到它的拐 有曾经走好的时候 自己说过头疼没有 它都是有时候抓脑袋 抓脑袋 对 拍脑袋 不拍 它不抓 第一次看到它片的时候 我也感到非常震惊 它这个肿瘤在颅内达到了九厘米 相当于成了一个拳头 将近一个拳头的大小 占了整个颅脑的大概四分之一以上 这个手术难度非常之大 主要是因为觉得孩子年龄太小 体重太轻 他的血容量很少 他一旦肿瘤大出血 有可能在手术台上 就因为大出血会死亡 如果说不手术 他可能就没有机会生存下来 一会儿